國際社會呼籲爾巴雙方盡快停火 加沙地帶死亡人數已超過800人 烏克蘭內閣瓦解總理辭職後 議會開會處理政治危機 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表聲明 失視阿爾及利亞航機沒有人生還 利亞利亞北部炸彈爆炸80人死亡 當局懷疑是激進組織博科聖地所為 巴基斯坦戒毒中心病人受到虐待 警方解救並進行封鎖 警方解救病人受到虐待 警方解救病人受到虐待 警方解救命大利亞 警方解救命大利亞 可絵國邦遭 提供士坦尼